嗨同學 歡迎收看凱爺數學我們的最後一個題目 老師把 前面所遇到的流速問題 還有一個核差問題 我們再把它練習一遍 第一個 他說凱爺耗在長180公里的河道上往返一趟 逆流用了20小時 順流用了12個小時 那我問你 他說凱爺耗在 在進水中的船數幾公里 那水數是多少 反正就是問你船數跟水數各多少 第一個 凱爺耗是艘船喔 他不是個大號也不是小號 凱爺耗在長180公里的河道往返 逆流用了20小時嘛 所以我知道180 去除以我花的時間 是不是就叫做逆流的速度 對不對 所以老師這邊寫一下 他叫做逆流的 速度 所以逆流的速度就等於180 除以20 等於 9 那順流的速度應該立馬在 順流的速度按下 180 順流花的時間是12個小時 所以除完之後叫做15 好 繼續 你知道逆流的速度是代表什麼 是代表船數 水數 加上 水數 那順流的速度呢 他是代 對不起 這個是船數 哎呀 這個豬頭啊 他是代表船數減掉 水數 那 順流的速度他是代表船數加上 水數 對不對 好 所以當你知道了這些東西 哎 船跟水各多少 簡單啊 你就先畫圖 反正你現在已經會畫圖了 這是船 這是水 好不好 過來 我知道從他到他 還有他到他 這兩大條加起來叫做15公分 那 相差幾公分 9公分 對不對 船減水是9 所以答案就叫做15 減9 然後再括號 除以2 所以等於3 3是什麼呢 3是我們的 水數 那3加9是12 12是我的什麼呢 船數 所以我就可以回答啦 船數 12 水數 3 結束